AudioJungle AudioJungle 据媒体报道,我国空军已经为殲-20战机,换装了新一代的矢量推力发动机。 这款发动机之前已经在我国空军的殲-10B战机上进行了测试,而这架殲-10B战机装备矢量推力发动机以后,不但获得了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,还拥有了十分出色的隐身能力,尤其使其锯齿喷嘴,可以轻松解决红外隐身问题。 虽然不能完全解决红外隐身,但可以有效抑制红外隐身的效果。 我国空军在为殲-20战机配备先进的适量推力发动机以后,殲-20的机动性可以得到继续提高,并且能够大批量生产新一代殲-20。 相对于采用俄罗斯发动机的小批量生产型,装备现在这款发动机的殲-20无论是生产数量,还是作战效能上都远远超出,我国这款矢量发动机在测试上很可能会采用和俄罗斯类似的方法。 即一台发动机依旧装备原有型号,另一台发动机则装备新型号,带着对于我国空军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。 当然,对于我国空军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大批量生产殲-20战机,采用俄罗斯发动机虽然也能获得足够的性能,但却很难保证产量。 毕竟俄罗斯不可能只卖给中国发动机,其本国还要装备足够多的型号,歼-20战机最大的问题依旧是在发动机上。 现役的发动机想保证退力是一件相当轻松的事情,虽然涡扇石改进行的退力实际上还有一些不足,但其性能已经可以满足歼-20使用了。 毕竟歼-20的重量比F22要轻上不少,甚至和F35比也没有太大劣势。 但歼-20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适量推力发动机,以及先进的非火推一体化技术。 这让歼-20无论是机动性还是作战能力,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 以至于歼-20虽然能够达到超音速巡航和超机动能力,但作战能力却一直受到一定的影响。 比起F22还有一定的差距,虽然足够压制美国空军的F35战机,但却无法保证足够的优势。 但在实量发动机的助力下,歼-20自然能够轻松解决这个问题。 实量发动机不但可以让歼-20拥有强悍的格斗能力,还可以让歼-20战机在耗油量、航程和机动性上占据优势。 尤其是配合现有的全项发射格斗导弹,歼-20能够轻松解决绝大多数第五代战机。 即使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F22战机在空中也不可能是歼-20的对手,并且双发测试还可以有效验证两款发动机的不同。 对于我国空军来说,这种测试方法并不算陌生。 之前在研发歼-11B战机的时候,我国就同时在歼-11上装备了涡扇腐-10和AL-31F发动机。 此次在歼-20战机上同时装备两种型号,也有对比测试的想法。 歼-20战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保证应对美国、俄罗斯第五代战机的威胁,并且在体系作战的情况下,歼-20可以轻松,保证在空中的优势。 作为踹门的利器在第一波打击中,就轻松击垮对手的防空网。